安波华宇足球快讯2024年08月11日 车路市激战国际米兰 周日晚上 球会友谊赛继续激战 英超球队车路市将与一甲球队国际米兰短兵相接 两队近期均缺乏真胜利 而且热身赛也已保持健康阵容位底线 双方金铺握手延和陈述高 车路市是英超豪门 但过去两个赛季他们在联赛中遭遇一定程度的波动 尤其前季更是叠至第12位 金比保祖区高10分 而上季他们在大部分时间位列中游 凭借最后的五联胜才冲上联赛第6的位置 车路市在休赛其大四影员 阵容可为人抢马壮 封线上基斯杜华尼昆古和拉千史达宁等球员都拥有不俗实力 而在近期热身赛发挥突出的无疑是诺尼马杜基 此次连续三丈建功 是目前车路市最为稳健的火力点 是一面对一甲未免冠军国际米兰 车路市有望破合对手 与车路市相比 国际米兰近期热身赛对手档次明显较低 最近他们分别对正义以的比萨和杀得值的伊蒂哈德 而国际米兰却遭遇一和一副的劣迹 显然国际米兰在开季前有心流利 最重要的是保持球队健康 不过考虑到对正车路市是他们最后一场热身赛 国际米兰也是时候拿出一点真功夫来进入状态 国际米兰上既以巨大优势问鼎一甲冠军 全季仅输二场 球队攻防发挥均无懈可及 新赛季相信他们的目标就是未免 如今与实力不俗的车路市较量 国际米兰市必要避免连败 感谢您的收听